说起万国鹏详情看过尔东生指导的内部《我是路人甲》 一定会对这个可爱又有点小笨拙的男生印象深刻 跟着导演四处跑宣传 万国鹏也开始小有名气 不过他并没有忘记自己最初的表演梦想 7月11日他也是冒着台风来到上海戏剧学院 参与湖南卫视一年级大学季旁听生的招募活动 为自己寻求一个正规学习表演的机会 我觉得群众演员很苦 但我从来没觉得苦真的 就我觉得只要能演个戏就非常开心 就从来没觉得做群众演员可能有什么不好 但是我觉得一开始像我这种非专业的 肯定是要去从最基本的开始学习 所以我现在但我不想一直做群众演员 我要学习我要充实自己 我希望各位老师能给我这个机会 来到上系这个非常好的大学学习 现场万国鹏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有时扮演小贩 有时打拳献唱 质朴的演出以及对表演的热情 也是为他赢得了当天发出的 第一张全国富士直通卡 对于横飘 从影多年的好评 此次作为评审也是有着颇多感触 他表示欣赏万国鹏的质朴 希望可以给他个机会 那么我们要挑人挑苗子 什么苗子像他这样的苗子 他很幸福他很幸福 这个恰恰是我看这个地方的 而且呢另外一个呢也可能就是 因为他一直在横店做横飘 我横店我们拍戏几条曲 我看了这些人我会很心疼 天天大打杀杀的 天天蹲在那边吃横飘 而且也不招人带着 也没有很高的涉及地位子 我希望他不要再做横飘 我希望他能够有一个学习机 学到更好的一些东西来 就像他能做过的一样 我也不想再做全国演 我也不想这些个实际 下个咱可以演一个他能动作角色的 我不能讲过他 但是我非常在意他 因为说句话的话的话 我也是不出事 当我到出道的时候 我也干过他计划 我干过黑银也配够了一次 真难道 我特别跟他们都产生出这个功能 谁不想要的主要就是 那么需要人家清理的机会 据悉此次一年级大学季 将在五个城市包括上海 成都 沈阳 广州和北京设有考场 并通过在线直播的方式 为热爱表演的年轻人 提供一个展现自己的平台 说起万国鹏详情看过 尔东生指导的那部 我是路人家 一定会对这个可爱 又有点小笨拙的男生印象深刻 跟着导演四处跑宣传 万国鹏也开始潇有名气 不过他并没有忘记自己最初的表演梦想 7月11日 他也是冒着台风来到上海戏剧学院 参与湖南卫视一年级大学季 旁听生的招募活动 为自己寻求一个正规学习表演的机会 可能觉得群众演员很酷 但我从来没觉得很酷 我觉得只要能演个戏就非常开心 就从来没觉得做群众演员可能有什么不好 但是我觉得一开始像我这种非专业的 肯定是要去从最基本开始学习 所以我现在但我不想一直做群众演员 我要学习我要充实自己 我希望各位老师能给我这个机会 来到上系这个非常好的大学学习 现场万国鹏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有时扮演小贩 有时打拳献唱 质朴的演出以及对表演的热情 也是为他赢得了当天发出的 第一张全国富士直通卡 对于横飘 从影多年的好评 此次作为评审也是有着颇多感触 他表示欣赏万国鹏的质朴 希望可以给他个机会 那么我们要挑人挑苗子 什么苗子 像他这样的苗子 他很幸福 他很辛苦 这个恰恰是不看任何地方 而且呢 另外一个呢 也可能就是因为他一直在横店做横飘 我横店我们拍戏几条去 我看了这些人呢 我会很心疼 天天打打杀杀的 天天蹲在那边吃黄饭 而且也不招人盖 也没有很高的涉口地 我希望他不要再做横飘 我希望他能够有一个学习的心 学到更好的一些东西 就像他能够做的 我也不想再做全面 我也不想这些人的实际 下一步咱可以演一个他当中的角色 我不能讲他 但是我非常 我非常在意他 因为说句话的话 我也是 当我到出道的时候 我也干过他 我干过推业 也挺高的一次 真的啊 我特别跟他们都产生这个部门 谁不想演的主要就是 那么需要人体和亲爱的机会 据悉 此次一年级大学季 将在五个城市 包括上海 成都 沈阳 广州和北京设有考场 并通过在线直播的方式 为热爱表演的年轻人 提供一个展现自己的平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